在今天的老照片看基隆的专题当中 要带观众来看17世纪西班牙人 在和平岛所留下来的足迹 最知迷的就是盖了一座城堡圣萨尔瓦多城 现在就随着这一座 可能还在台船造船厂底下的古城 追随西班牙人在基隆的这一段历史吧 和平岛平一路的挖掘工作 以及台船厂区下疑似古城的遗迹 拼凑着西班牙人17世纪来到基隆的历史 中初期的时候 有很多人来这里做情理 也有在这里阿平哥离这儿去这个城 因为和平岛中初期没有跟台湾沿着 他在大的时候安全很好 所以他的决定 把他们从大的主城去的和平岛 当时的涉料岛迷 还把西班牙人乘坐的战船 称为会打雷的大鱼 这个城他们从初来的时候都坐旁边来 我们这边的人 以前没有看到他们那边的村子 因为那村子会丹鱼公 所以说我们的古代人 看到他们的村子坐在看 会来的丹鱼公的大只鱼 就是他们的西班牙建村 这个建村刚才好在青年的时候 刚才有来的丹鱼公 那个安達鲁鱼公 就是那个村子 周长约四百公尺的圣四阿瓦多城 日治时期曾经开蛙 发现不少文物 就发现很多古代民调的时候 做成人常常用的安兵 有这个寺寺的人 跟他们一起搂的 都说说日本人在搂的时候 那个岗区里里发现 都全很宝贵的这个金牙 和培鱼很多 另外在搂的时候 旁边也搂到台队的北部 台船厂区下 疑似盛四阿瓦多城的遗迹 目前未获得允许无法开蛙 不过房古城新建的 和平岛旅客服务中心 或许能让人稍稍追寻这段历史 记者郑君云采访报道